今天全省960万名中小学生开学了 对于学生来说呢 今年还有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有电子学籍档案了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要求 从今年起中小学生将会实行电子学籍管理 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另外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也公布了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 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庭 今年入学的幼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新生 办理完入学手续后 学校为他注册了一个学籍号 这个学籍号跟身份证系统对接 全国联网终身不变 可以有效杜绝虚假注册学籍 和跨省跨地区跨学校重复注册 此外学生跨省市转学不能随意再降级 外省要到江苏来 他自己的感到学习根本上要再降一级 实际上就是再副多一级 这个一般按照义务教育法是不允许的 按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是不能降级的 如今新的学籍号全国联网并跟随学生直到大学 孩子到底读几年级一目了然 学籍信息将来还包括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报告 考试信息社会实践情况 以及体质健康测试信息 成为半期一生的电子学习简历 另外今天下午省教育厅新闻发布会公布 今年高校毕业生总就业率达81.74% 就业率最高的是专科生88% 其次是本科生86% 最低的是研究生82%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